112年彰化县原住民团圆贺喜迎新春 继政令宣导活动 12日在原住民生活馆举行 县长王惠美与原住民朋友同欢 期望借游活动 让原住民朋友们欢聚联谊 感受春节欢乐气氛 县政府也利用大家回来团聚的时间 也做了非常多的宣导 我想很多的部分 包括我们的生活辅助 我们的就业 我们的一些社会的一些相关的 社会处的相关资源都有在这边 包括我们有一些长辈 身体有一些状况 我们有一些长照的服务 都会在这边跟大家做相关的宣导 那在这边还是要再次 谢谢我们陈隆妹议员 都在在的为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争取 祝大家拍照 我们陈隆妹议员再次的谢谢 那我今天也很高兴 看到我们有一个幼稚的美少女 也在上面做表演 我很高兴 慢慢看到有传承出来 那我希望未来老中青三代 通通都一起有不同的表演 这我责成我们的校长 你要去做相关的这个传统的这个 才艺的一个这个保存促进会 那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东西 不管是语言也好 或者说我们的舞蹈也好 生活的种种也好 让它能够继续代代相传 这个才是我们的根 我们县长也现在也一直在慢慢的在落实 从我们的老花眼镜 还有我们的假牙补助 我们都比中央 中央的规定在下来 我们县佛再编一些议帅 再增加一些钱 我们不会只是用中央的这个 这个补助来去执行 我们县佛还会再编议帅 再增加一些钱 来补助我们这个假牙补助 还有我们的这个购物补助以外 还有我们的老花眼镜 假牙的补助 还有我们这个幸福卡 我们都一样都是55岁开始 我们都可以享有 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相信 自己的福利 自己要懂得及利用 善理利用好不好 我相信在县长以及各局处 以及我们的民意代表 共同的努力之下 在中央也会继续的 来推动我们各项的钱益 在这边特别特别的祝福 现场除了有摩采活动外 还有各项政令宣导 让原住民朋友了解各项 权益福利及权利义务的范畴 并提供各项咨询服务 期许原住民乡亲 都能受到最好的照顾 公益频道黄诗婷 彰化采访报导 有了 好